近日 臺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曾經自豪的表示 臺灣今年前兩季的經濟成長已經超越韓國了 臺行政機構負責人賴清德更是發出好語 沒有大陸遊客 臺灣觀光照樣成長 可是事實上是這樣嗎 有臺灣媒體發表評論文章指出 經濟好不好 問攤商最準 自我感覺良好 只會讓臺灣經濟深陷在溫水煮青蛙 最後慢慢窒息而死 據臺灣媒體報導 雲林唯一經營高速客運的日統客運 經傳要收攤 還有全臺25大夜市之一的逢甲商圈 年營業額曾突破百億元新台幣 但現在生意冷清 2000多個攤位竟然有高達400多家攤商 打算把攤位租出去 臺灣中時電子報發表評論文章說 一個是客運經營業 一個是夜市攤 看似兩個不相干的行業類別 但背後凸顯卻是同一個事實 那就是臺灣經濟環境不佳 文章強調說 蔡英文賴清德自我感覺良好 只會讓臺灣經濟深陷在溫水煮青蛙 最後慢慢窒息而死 不止攤商日子難過 島內太陽能龍頭長茂迪 也面臨很大的困境 第二季資產減損8.23億新台幣 虧損20.74億新台幣後 太陽能產業指標人物之一的茂迪董事長 張炳恒閃辭董作 結束了他在太陽能電池產業的驚奇之旅 對此 財信傳媒董事長謝金河在臉書表示 張炳恒的掛罐求去 代表着太陽能產業 從當紅的明日產業變成只能用臉色慘白來形容 謝金河感嘆 張炳恒黯然求去 也許是他對這個產業感到絕望 另據報導 馬英九辦公室前副秘書長羅志強8日在臉書上 發起名為 新建兩岸海底隧道 連通兩岸高鐵 對臺灣是好事還是壞事的投票 結果九成參與投票的民眾認為是好事 有網民稱 當然是好事了 本來能夠促進兩岸交流 經濟溝通的事情都要推動 還有人留言稱 沒有了大陸的經濟 臺灣會更慘